我們事實而遲 這個選擇很重要 左邊右邊 OK 公司Hancing National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走素 當然 我只是食字的 不是這個素的 我們是講塑膠的素 塑膠又便宜又好用 為什麼我們要走素 為什麼我們不要用塑膠呢 有沒有人知道 沒錯 其實塑膠 無論在生產的過程 或者是分解的過程 其實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這些污染 雖然好像來我們不太近 但是其實因為食物鏈的關係 一些食物鏈下游的 動物或者海產 如果他們飲了一些污染的水 或者是一些 塑膠吃了下去 其實在食物鏈上游的我們 是直接受到影響的 這些就是一些圖片 不好意思 好 這些圖片 其實我網站有些更加震撼的一段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來看一下 好了 吸收到塑膠 那又會怎樣呢 其實 不好意思 吸入了塑膠之後 其實對我們的健康有什麼實際的影響呢 其實在生產塑膠的過程 會有很多不同的化學劑 要加進去 其實都已經是證實了這些化學劑 是長遠會對我們的健康呢 有實際的影響的 那麼 不好意思 你按 spacebar 你按 對 OK 對了 那這些影響其實最恐怖的地方呢 它不是即時的影響 它是長遠對我們的健康有影響 我們都想到是堆填區 堆填區就是 堆填區就是 爆了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一張相片 準備的相片 那其實呢 我們香港的堆填區 為什麼這麼快爆呢 因為我們其實 每天是有接近一千噸的塑膠位置 那當中呢 其實絕大部分都可以回收的 譬如日本做例子 其實百寶膠在日本是可以回收的 那當然香港呢 是沒有這個技術和資源 那所以香港是做不到的 那又或者我用一個可樂瓶做例子 一個正確的回收方法呢 其實應該是你要先洗乾淨的瓶 再撕掉那些礁紙 然後再把蓋呢 跟身分開 那你先去扔呢 這個瓶才可以回收的 那就是說我們平時 喝完就這樣扔進回收桶呢 這個膠瓶呢 最後什麼呢 都只會在我們那裡唸的 所以我們香港呢 的回收比例呢 是這麼低 低到10% 就是說我們其實每一天 是有接近800噸的塑膠呢 是直接 棄致和浪費的 造成污染 那呢 其實外國都面對著這些問題 那販賊國家他們又有什麼走數的政策呢 那其實好像 呃 其實比如這些什麼地方 比如比如美國這樣 他就自己知道自己的回收做得不好 那其實他在很多州份呢 已經是禁了白浦膠的 那有些呢 就會是用稅稅務 就是稅 你用塑膠就給多些稅 那樣的 有創意一點的 比如韓國那樣就有Green Card 就是鼓勵一些人去買多些環保的產品 而儲積分 那在公共消費上用 那德國就最完善的 它是會在教育上面 和在稅務政策上面呢 互相配合 那令到一些家庭在一個源頭上做好分類 那所以呢 所以德國呢 它的數量回收率呢 是超過80% 是很值得我們不然的地方學習的 那 那 好了 既然 既然 那就是香港那個政策不夠完善 那當然有我們 生活和餐具存在的空間 那它也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 一些缺點的 那究竟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 環保 其實 某程度上都是它的優點 其實也是它的缺點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環保是一反兩面引導的 你一說環保 你其實就霸到一個道德高低 其實你是不可以說環保是不好的 那當你遇到一些人呢 譬如是他真的持相反意見的時候 你一說環保呢 其實他就會覺得你好像在指責他那樣 你只是說我不環保而已 其實那個心態上已經落了閘 就比較難談的 遇到這些人 有時候我見過一些負債人呢 他的眼神已經告訴我 他說是不環保的啦 是犯法的 那其實你遇到這些 就環保成為了你一個缺點 第二樣 成本偏高 簡單理解 譬如我生產一件塑膠 可能用十秒鐘 我生產一件當的餐具 我要用四十幾五十秒 那就是直接導致它的成本會偏高 第三樣 其實使用上面呢 它是真的不及塑膠方便的 但是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其實不會有產品系緣 只要這件產品能夠帶給你的價值 是大過它的缺點 其實我覺得對你們來說 是一件好的產品 所以呢 其實外國呢 是比較少這方面的投訴 因為他們是真的覺得 在環保和天然方面的價值呢 是比這個不方便呢 是更加低的 那就是 那另外呢 那當然為了我們一些傳媒價值 也都是環保 環保 環保一天 它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的產品可以四十天內 無污染這樣自然降解 不會影響 不會污染環境 以及也都省回田區的位置 那另外它是天然植物纖維製造 所以剛才我吃不下肚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只吃了一些蔗渣 或者是吃了一些竹的纖維 那它用途廣泛 譬如 我想大家都不會用法寶膠 直接入微波爐或一焗爐 甚至乎一些送頭送尾 你外賣回家的時候 你都會換碟才放進雪櫃 那但是我們這些產品 是絕對防水防油 微波爐焗爐雪櫃 甚至乎我自己拿過這些盒 用來直接入鍋裡蒸水蛋 我都視乎一樣是這麼正 那所以我們盆盆比較廣泛 跟著我們產品多元化 產品的經驗技術成熟 其實我想說一說經驗技術 我們的產品其實基本上 是用重量去計算的 即是說一件產品如果越輕 即是說一件產品如果越輕的話 理論上價錢就會越便宜 那我手上就有兩隻 無論是外形結構和重量 都接吻一樣的產品 一件就是我自己創造的 一件就是其他公司做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感受一下 看看我們的產品 吃蝦克風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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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bel的那些是你的嗎 沒有就知道 那產品多元化 那你都不認識的吧 產品多元化 其實就是意味著客人 能夠在我們的 Product Range 上面 找到合適的產品的機會比較大 即是說他那個開帽的機會比較小 花點錢 那就是了 那麼大的Pizza 那麼小的Capsule 我們都有做 那這些就是我們出口過的地方 特別一點的可能是沙地 阿拉伯 或者是印度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客人 為什麼右上角這個客人特別大呢 其實這個客人在我身上 是最有份量 最有價值的一個客人 其實他就是深水埗做慈善奧出名的阿明哥 那其實最初跟他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心是想著真是幫幫忙 那麼計算過一條數 那麼幫得多少就得多少 但是半年下來呢 在明哥身上得到的滿足感 和生意機會呢 是真是我想像不到的 所以我將這個客人放到最大 OK 那這間公司混雜了那麼多年 那其實都一定有他一定的信念 要不然沒有可能下一個人家 那常常最初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沒有信念的 哦 環保的 好啊 產品就不賣啦 只會賣 那又怎麼賣又怎麼賣 那其實一路走下來呢 我都找到和恐怖了我的信念 這句說話背後呢 就是我的信念 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意味著其實我會 賣一件放解的產品 這個世界其實就是少了一件塑膠 我是真是覺得也都找到這件事呢 是在這個社會上的一個價值 也是我接下來會堅持走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信念 那BNI啦 我們講引戰了 那我希望大家為我引戰的呢 就是一些到會公司 或者飯商 即是提供中小學飯盒 或者是一些政府機構飯盒 那就是任何做外賣的餐廳 即是剛才我講過眼神 會講話給老闆 就不要介紹給我了 那些就 那或者是一些喜歡在家開派對的朋友 或者家庭 那我們的網站也有做完網購 是由一個 是由阿婆都認識的 是阿婆都認識的 Lady幫我們做 那我個人就覺得都不妥 那就可以了 那這些都是一些報道 都是因為民國的關係才有 那就 好啦 最後其實 郭簡餐其實是在我最初講的 酒塑和外賣其實是一部份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概念 幫忙專揚開去 因為我覺得最後最後 無論是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是再下一代 都是需要為我們的環境賣單 那我們現在可以盡量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